香蕉是疏通血管还是堵塞血管 血栓病人能不能吃 听听中医怎么说 阳光透过百叶窗洒落在病房里 刘大爷正坐在床边慢慢地拨着一根香蕉 他的儿子刘明站在一旁 眉头紧锁 爸 您刚做完血栓手术 医生说要忌口 这香蕉能吃吗 刘明忧心忡忡地问道 刘大爷停下手中的动作 抬头看了儿子一眼 怎么不能吃 香蕉可是好东西 我听说能疏通血管呢 就在这时 查房的王医生走了进来 他看到眼前的一幕 微笑着说道 刘大爷 您可要小心啊 香蕉对血栓病人来说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一番话 不仅让刘大爷和刘明感到困惑 也引发了我们对香蕉与血管健康关系的思考 究竟香蕉是疏通血管还是堵塞血管 血栓病人到底能不能吃香蕉 让我们跟随王医生的解释 一同揭开这个谜团 王医生首先解释到 香蕉确实含有多种有益健康的营养物质 如甲 维生素B6 维生素C等 这些营养素对心血管健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例如甲可以帮助调节血压 维生素B6有助于降低同型半光氨酸水平 而维生素C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 然而 王医生指出 对于血栓病人而言 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香蕉中含有大量的糖分和淀粉 这些物质在体内代谢后可能会导致血糖快速升高 他解释到 血糖升高会刺激胰岛素分泌 而高胰岛素水平可能会促进血液凝固 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 这番解释让刘大爷和刘明陷入了沉思 他们开始意识到 看似简单的饮食选择背后 其实 隐藏着复杂的医学原理 王医生继续道 此外 香蕉中还含有大量的果胶 这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 虽然膳食纤维通常被认为对健康有益 但对于某些血栓病人来说 过多的果胶可能会影响抗凝血药物的吸收 从而影响治疗效果 听到这里 刘明忍不住问道 那么 血栓病人是不是就完全不能吃香蕉了 王医生微笑着摇了摇头 也不尽然 关键在于适度和个体化 对于大多数血栓病人来说 适量食用香蕉是可以的 甚至可能会有一些益处 但具体到每个人还需要考虑其 overall的健康状况 用药情况以及其他饮食习惯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点 王医生也用了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的研究 该研究表明 适量摄入富含钾的食物如香蕉可以降低中风风险 但同时 研究也强调了个体化饮食建议的重要性 刘大爷听到这里 若有所思的说 看来吃香蕉这件事 还真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啊 王医生点头赞同 确实如此 现代医学越来越强调精准医疗和个体化治疗的理念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来处理所有病人的饮食问题 这时 刘明突然想到了什么 王医生 我听说中医对这个问题也有独特的见解 不知道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王医生欣然同意 当然可以 中医对食物的看法确实很有特色 在中医理论中 香蕉被认为性寒 胃肝 它有润肠通便 清热降火的作用 对于一些体质偏热 容易上火的人来说 适量使用香蕉可能会有一定的益处 但是 王医生继续说道 中医也强调因人质疑和辩证论治的原则 对于血栓病人 中医可能会从血瘀的角度来考虑 如果病人有明显的血瘀症状 那么 单纯依赖香蕉的清热作用可能就不够了 还需要配合一些活血化瘀的食物或药物 刘大爷听得入神 不由地感叹道 没想到小小一根香蕉 竟然蕴含了这么多学问 王医生笑着说 是啊 这就是医学的魅力所在 他提醒我们 健康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 而是需要我们全面辩证地看待 为了让刘大爷和刘明更好的理解 王医生又举了一个例子 就拿血栓来说吧 它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涉及到血液成分 血管壁状态 血流速度等多个因素 我们不能期望单靠吃或不吃某种食物 就能解决问题 相反 我们需要从整体上调整生活方式 包括合理饮食 适度运动 戒烟献酒等 刘明若有所误 听您这么一说 我突然想到 可能我们之前对饮食的理解太过简单化了 王医生赞同弟点点头 没错 现代社会信息爆炸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标题党式的健康建议 比如XX食物是超级食品 或者XX食物致癌之类的 但实际上 这些说法往往过于绝对化 忽视了个体差异和具体情况 对于像我父亲这样的血栓病人 在饮食方面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刘明急切地问道 王医生思考了一下 回答道 首先 要遵医嘱按时服药 这一点至关重要 其次 在饮食方面 建议采用低盐低脂饮食 多摄入新鲜蔬菜和水果 对于香蕉可以适量食用 但不要过量 同时 要注意控制总热量摄入 保持健康的体重 此外 王医生补充道 还要注意补充 Omega-3支粉酸 他对心血管健康有益 富含Omega-3的食物 包括深海鱼 亚麻子等 但同样的 具体摄入量 还是要根据个人情况来定 听完王医生的解释 刘大爷和刘明都感到豁然开朗 他们意识到 健康饮食不仅仅是简单地吃 或不吃某种食物 而是需要全面 科学 个性化的方案 王医生最后总结道 记住 没有绝对的好食物或坏食物 关键是要均衡 适度 并根据自身情况做出调整 如果有任何疑问 一定要及时咨询医生 随着阳光渐渐变得明媚 病房里的气氛也轻松了许多 刘大爷看着手中的香蕉 笑着说 看来这香蕉还真是个小人物啊 竟然藏了这么多学问 王医生微笑着点点头 是啊 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可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 你们不仅学到了一些 关于香蕉和血栓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 能够用更全面 辩证的视角来看待健康问题 随着王医生的离开 病房里再次恢复了宁静 刘大爷和刘明相视一笑 都感受到了知识带来的力量 他们明白 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 既要相信科学 也要保持开放和谨慎的态度 而这或许就是一根香蕉 带给他们的最宝贵的启示 萝卜麻茶 新疆野生萝卜麻 它的有效成分如同生物洗血剂 长期饮用可明显改善人体血管的脆性和通透性 清除血液中的自由基 常年服用化学药的毒素和血管壁上的脂类 及重金属 严碱性化合物的结晶 清洁血液 延缓血管衰老 对高血压 心脑血管疾病 及老年人常见的气喘 失眠 胸闷 便秘等作用非常明显 专家形象的称之为 绿色人体血液清洁剂 及血管软化剂 菊花茶 喝茶对脑攻血不足 也是有帮助的 比如喝一些喝绝明子茶 菊花茶 这些茶都可以降血脂 血液得到了净化 血液就流畅了 血液供给就充足了 就改善了脑攻血不足 橄榄油 鱼油 对于老年脑攻血不足头晕的症状 多吃一些橄榄油 鱼油 因为这是维持血液正常循环的好选择 含有丰富维生素 矿物质的蔬菜水果 也是保持健康的上家选择 花茶 矿物质 湿